哈喽大家好 我是庄野 欢迎您收看庄野杂谈 今天咱们继续讲加拿大人最青睐的退休圣地 前四名 节目开始之前 咱们先总结一下上集节目中提到的 最受加拿大人青睐的海外退休国家 排名从第五到第十的国家 他们分别是排名第十的哥斯达利加 排名第九的法国 第八是墨西哥 第七是巴拿马 第六是希腊 第五是西班牙 然后呢 关于前四名分别是什么呢 看了上集节目的很多观众在留言区 这桶猜呀 你还别说啊 猜的还都挺好的 有不少人猜的那真是八九不离十 不过没有完全说中的 好 咱们今儿就废话少说 直入主题揭晓答案 排名第四的国家是意大利 意大利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退休国家 那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四季分明阳光充足的地中海气候 这种地中海气候的最大特点就是冬季非常的温和 它不冷 夏天也没那么热啊 然后整个四季都是阳光充足 就是你要喜欢晒太阳的话 来这没错啊 而且意大利的自然风光也是非常的丰富多样 美不胜收 北部它靠着阿尔卑斯山 一到冬天那都是滑雪爱好者的天堂 中部呢 它有一个雅平宁山脉 这片地方就是以迷人的乡村风光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闻名于世 还有它这个托斯卡纳地区 以其起伏的山丘 大片的葡萄园和橄榄树林而闻名啊 也是意大利乡村景色的典型代表 此外呢 还有享誉世界的威尼斯啊 那就是一个水城的风光 这个去过的都知道 非常的美 还有啊往意大利南边是这个西西里岛 那个地方是吧 黑手党之家 所以说在自然景观方面 意大利有它独特的魅力 除了自然景观 意大利还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 到处遍布着古老的建筑和历史遗迹啊 而且尽管你别看这个意大利的历史非常悠久 可是意大利也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国家 基础设施非常完善 而且这个生活条件非常的便利 另外意大利的美食也是全世界公认的亮点 享誉全世界 这个意大利的饮食就是以健康的地中海饮食为基础 再加上一些丰富多彩的面食啊 鱼类啊 水果啊 蔬菜啊 这些为特色 再配上一些橄榄油啊 奶酪啊 葡萄酒啊 这种啊 也是意大利餐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它那块的美食呢 不仅是种类繁多 而且价格非常实惠啊 你想什么披萨啊 意大利那种饺子啊 还有意大利那种饺子啊 还有甜点提拉米苏 是吧 咱们平时的生活中呢 你要说你没吃过其他某个国家的菜都很正常 但是你要是说你没有吃过意大利菜的话 那你那你就是抬杠啊 所以说呢 意大利的美食是它的一个世界文明的亮点和名片 此外呢 意大利还有世界排名非常靠前的医疗保健系统 质量高 而且费用非常的低廉 意大利的医保曾经跻身全世界最佳医保之列 目前意大利的医疗保健支出占国家GDP的比重大概是9.7%左右 这个在欧盟国家中算是占比非常高的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意大利他非常重视医疗这部分福利啊 另外呢 意大利人的预期寿命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也是基身前列 它是排名第四 在2018年数字 意大利人均的预期寿命是83.4岁 而且意大利的全民公共医疗保健系统简称SSN 它是覆盖所有公民和合法居民的 除了公费医疗之外 意大利还有发达的私人医疗保健和保险 可以补充那些公共保险覆盖不到的人群 另外呢 在签证政策这块 对于那些计划在意大利退休的人呢 你可以申请这个 这个叫做选择性居留签证 这对退休人员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 这种是一个长期签证 刚申请下来 您可以在意大利停留一年 然后再续签两年 就是总共三年啊 申请条件其实就是你只要能够证明 您有足够多的被动收入 可以维持您的生活 因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签证不能在意大利工作 因此说必须得证明您有足够的被动收入 这个收入的门槛就是每年3万1千欧元 就是合加币大概4万6千加币 两口子就得需要3万8千欧元 大概是5万6千加币左右 申请的时候还得额外提供什么 无犯罪记录啊 收入证明啊 在意大利的租房或者是买房的证明啊 以及证明您购买了私人健康保险等等啊 除了这个签证之外呢 您还可以选择意大利的黄金签证 当然咱们所说的黄金签证 它并不是真正这个签证的名字啊 它只不过是对那种基于投资的签证的一个简称 意大利的黄金签证呢 就是比较适合那种兜里比较有钱 同时呢又愿意在意大利进行重大投资的退休人员啊 说完签证这块 然后咱们再说一下生活成本这块 意大利的生活成本呢是明显低于加拿大的 咱们拿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地区来举个例子啊 在那个地方呢 退休人员大概只需要2300加币左右 就可以过得非常舒适的生活 而且呢到了意大利南部的某些地区 比方说那个阿布鲁佐地区 那块你不仅生活成本便宜 而且房价非常具有吸引力啊 据说您可以在那块找到低于1万加币的买买那种房子 当然他那种房子呢通常都是进去之后就得修啊 而且都是那种石头房子啊 但是他这个价格非常诱人呐 除了这个生活成本地之外 意大利人呢非常注重生活和工作之间的平衡 而且非常崇尚享受生活的生活态度 推崇一种大家庭的文化 比较重视家庭关系 这一点呢跟咱们的华人区的文化有些相似啊 而且意大利当地的居民呢 普遍对外国人友好热情 而且他作为一个欧盟成员国 那意大利的居民可以轻松的前往其他的欧盟国家啊 尽享其便利啊 然而呢前面说了意大利好处 在意大利退休其实也有些缺点和挑战 首先意大利这个国家呢 它是经济增长比较缓慢 它在欧盟国家中意大利的GDP增长一直就是偏低 2024年的预计GDP也仅仅是0.6% 而且它的预计失业率将达到8.5% 同时呢 意大利还有低生育率 人口老龄化等等问题啊 而且意大利的地区差异也比较明显 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发达地区 它的医疗保健的质量啊 生活质量啊 通常优于那种经济欠发达的南部地区 如果您要是不小心搬到了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话 那么对退休老人的影响就是公共服务的不可靠性 会有潜在的资金和服务的削减的风险 另外呢意大利还有一个挑战就是语言这块 在江南大您知道了 要么说英语要么说法语 但是到了意大利呢 你得学意大利语啊 这个虽说在大城市啊 英语也是可以用的 很多人也都会说 可是去了偏远地区之后 你不会意大利语可能会导致沟通困难寸步难行啊 此外呢 意大利也有一些就是咱们常见的欧盟国家的一些 这个办事繁琐 脱沓呀 这个官僚作风啊 你办什么事都得等啊 这个其实也是在此居住的一个潜在困扰 总体来说呢 意大利啊 以其优越的气候 迷人的自然与文化环境 以及身在欧盟区的便利 还有发达的美食文化和较低的生活成本 吸引了加拿大大量的退休人士 它的主要挑战就是经济前发达 以及这个语言障碍 如果您要是来意大利退休的话 推荐居住的城市或地区有佛罗伦萨 罗马 威尼斯 索伦托 都灵 和米兰 最后呢 咱们给意大利的综合评分是4.5分 好 接下来说一说 在咱们榜单上排名第三的退休国家 就是葡萄牙 葡萄牙这个国家呢 很多人其实猜对了 因为它太有名了 这么说啊 如果一个加拿大人想要调查出国退休的事儿 而没有考虑到葡萄牙的话 那你这个调查就跟没调查一样了 葡萄牙呢 你看地图啊 它就在西班牙的西边 仅邻大西洋 跟它的邻国西班牙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是葡萄牙也有很多独特的优势 使它成为加拿大退休人员的理想选择之一 首先呢 这个葡萄牙以低生活成本闻名于世 尤其是在住房啊 食品啊 日常消费等方面 它是欧洲性价比最高的国家之一 比方说在比较受退休人员欢迎的阿尔加维地区 一名退休人员每个月只需要2000到2500加密左右 就可以过上非常舒服的生活 当然咱们给的是一个范围啊 2000到2500 就是说是在不同的地区生活成本有些差异 大城市相对高一点 而小城市呢 就更加的经济实惠 另外呢 葡萄牙在医疗方面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优势 它有非常优质 而且价格适中的医疗体系 在全球享有非常高的声誉 而且它的医疗费用也远低于很多欧洲国家 此外它的安全性上面 葡萄牙长期未平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这也是一个吸引大量退休人士前来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另外呢 葡萄牙在税收这块 也对这个外籍人士 有非常好的税收的减免政策 也大大的增加了这个国家的吸引力 另外呢 在自然景观方面 葡萄牙也是同样的出色 从高山滑雪场到海滩度假村 葡萄牙拥有多种多样的自然风光 而且它是拥有最多的欧洲蓝旗认证的海滩的国家 同时呢 葡萄牙还有很多自然保护区啊 国家公园啊 高原啊 湖泊啊 湿地啊 森林啊 壮丽的海岸线 赋予了它极高的生态和旅游的价值 而且葡萄牙的历史文化也是同样的丰富多彩 到处都是古老的遗迹啊 博物馆啊 一些传统的艺术啊 还有葡萄牙的美食文化呀 为葡萄牙的居民们 以及来到这里玩的游客们提供了无限探索的机会 另外呢 在葡萄牙这里生活的人们也是善良淳朴 友好热情啊 对外国移民和退休人员也是接受度非常的高 而且葡萄牙作为欧盟成员国 葡萄牙居民可以轻松的前往欧洲其他的国家 另外在气候方面 葡萄牙也是跟咱们前面说的什么希腊 西班牙 意大利啊 这些国家类似啊 有典型的地中海气候 冬季温和湿润 夏季干燥炎热 特别适合那些不喜欢寒冬的人 最后再说一下他的在签证方面啊 葡萄牙有一个第七签证 它就是咱们俗称的退休签证 是加拿大退休人员去葡萄牙的主要选择 申请的时候呢 得要求您证明您有足够的资金 来支持您在葡萄牙的生活 这个资金的门槛就是葡萄牙最低工资 大约每月760欧元左右 算成加币就是1135加币 申请的时候呢 您得需要提供您的收入证明 以及您在葡萄牙的住宿证明 租房或者买房 以及您在当地买的医疗保险 这个签证它的初始有效期是两年 您可以续签三年 然后五年之后就可以有资格申请永居了 除了这个签证之外 葡萄牙还有一个黄金签证 就是投资签证啊 您得需要在这里投资50万欧元以上的房地产 就可以拿到居留权 比较适合那些都是有钱 愿意在葡萄牙进行大规模投资的人 此外葡萄牙还有一个叫做地图企业家签证 就是您如果希望在葡萄牙开展这个商业的投资 或者是商业的业务 您可以选择这个签证啊 就直接给您身份了 咱们前面说了不少葡萄牙的好话 不过在葡萄牙退休呢 也面临一些挑战 首先呢 估计您猜到了 语言问题 虽然说在葡萄牙呢 在旅游区啊 英语的使用非常广泛 但是您要是离开旅游区啊 大城市啊 去其他地方溜达 您要是不会两句葡萄牙语的话 你这个太不方便了 没法沟通啊 听了这个就犯愁啊 庄业 你看你上级听你说了那么多退休国家 很多国家都是要求学西班牙语的 你看我都把西班牙语放到我的学习列表里面了 结果你又来个葡萄牙语 你给我家伙是吧 我学不过来 是这样的 这个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呢 其实这两个语言是互通的 就是说呀 你学了西班牙语之后 这个葡萄牙语基本上你也就学会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语言呢 它是印欧语系的罗曼语族的近亲 就类似咱们说汉语的北京话和山东话的关系 因此说呢 所以说严格意义上来说 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 但是呢 你基本上把它们放在一块儿学啊 先学哪个不重要 学完了一个 另外一个就特别容易了 除了语言之外 葡萄牙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它的行政效率啊 还有这个办事拖沓 政府也是这个干什么事都慢腾腾的 繁文乳节 缓慢繁琐 官僚主义 是吧 但是这种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呢 也不能完全说是缺点的 因为它特别的反映了葡萄牙人注重生活享受的这种这种文化底蕴 此外呢 葡萄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经济啊 它的经济规模比较小 虽说它号称发达国家 但是它在欧盟中属于那个比较边缘的经济体 它的经济主要依赖内需以及旅游业 经济发展速度呢 比起其他的欧洲强国差了很多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啊 你看今天咱们列表中的这四个欧洲国家 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 您不知道听没听说过这么个词啊 欧猪四国 就是说欧洲有四个国家 它的经济发展非常的慢 这四个国家呢 它的首字母连在一起刚好是猪这个词啊 P-I-G-S 你看 P就是葡萄牙 I是意大利 D是希腊 S是西班牙 你看 PX 这四个经济体呢 这四个经济体呢 在欧洲范围之内属于经济增速非常慢的国家 但是您注意到没有 这四个国家正好在咱们的退休榜单中同时上榜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啊 虽说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不怎么的 但是呢 人家生活舒适 节奏悠闲 特别适合那些追求无忧无虑 快快乐乐的 吃了睡 睡了吃的这个生活方式的人群啊 你看 吃了睡 这不就是猪吗 所以说咱们也可以这么解释 就是欧猪四国 只要您在这四个国家退休 就可以过上像猪一样的这个 吃了睡睡了吃 无忧无虑的收拾生活 嘿 不闹了 总体来说啊 葡萄牙呢 以其宜人的气候 丰富的文化和自然资源 低生活成本 以及欧盟内部的便利交通 成为江南大人理想的退休地 它面临的挑战呢 就是经济不是那么发达 效率比较慢 而且语言障碍啊 如果您要是想来葡萄牙退休的话 这里推荐您居住的城市或者地区市 里斯本 波尔图 阿尔加维地区的一系列的沿海小镇 以及科英布拉 最后咱们给葡萄牙的总体评分是4.6分 好 接下来是在咱们榜单上排名第二的国家 泰国 泰国呢 一直是加拿大人眼中的理想退休目的地 拥有众多吸引人的特点 首先 泰国它的自然环境极为优美 泰国位于热带雨林分布袋上面 拥有丰富的热带雨林资源 有一个美称叫它地球之沸 被誉为野生动植物的天堂 泰国的某些旅游城市 比方说青麦这样的城市 什么山巒 瀑布 湖泊 花园 交相会应 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宜居退休圣地 此外泰国的农业资源非常的丰富 被称为鱼米之乡 因此说它的生活成本非常的低 一说的生活成本 相比起加拿大来说 泰国那可是世界上生活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 在这个地方 你每月只需要花1500到2000加币左右的预算 就能够享受非常舒适奢侈的生活 如果预算再往上调的话 比方说你每月开支超过2200加币 那你在泰国就可以过上非常奢华的水平 什么度假村 高级公寓 天天斯巴 什么什么摁脚 摁背 给你这个后背给你摁的起劳减的 就这么奢侈 另外在泰国这块气候也是非常的温暖 类似佛罗里达那块热带气候 它的全年气温大概保持在20度到39度之间 全年无雪 而且这块到时候都是这种海滩 海滩风光非常的迷人 这就特别吸引那些希望躲闭加拿大寒冬 到泰国来避寒的那些退休人员 另外泰国这块的气候 有一个明显的雨季和旱季的区分 雨季大概是从5月份持续到10月份 这段时间降雨比较多 天气非常的潮湿 湿度也是相对比较高 而且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雷暴 强降雨这样的导致街道淹没的这种天气 这段时间就是泰国比较不舒服的时候 但是泰国也有旱季 旱季就是通常从11月份 持续到次年4月份 就是咱们加拿大那边的冬天时候 而泰国这边 它受东北季风的影响 带来凉爽和热的空气 我说你疯了吧 凉爽就是凉爽 热就是热 这两个矛盾的事情 怎么放在一起说呀 是这样的 它是分开的 先是凉爽季 就是从11月份到2月份 这段时间非常的舒服 是游客最喜欢的时候 接下来就是热季 就是从3月份到5月份这三个月 这是泰国最热的时候 它的气温通常可以达到40度左右 炎热干燥 紫外线的指数非常的高 所以说泰国的气候 实际上分好几段了 说完了泰国气候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签证政策 这块呢 咱们先说第一个 就是最近被炒的比较火的 所谓的泰国的数字游民签证 它的学名叫做 泰国目的地签证 这是一种新签证啊 比较适合那些数字游民 远程上班的人 或者是经常来泰国参加 各种活动的外国人 但是它并不是太适合退休人员 为什么 一是因为它需要每年出入境一次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再一个呢 就是你得需要证明 您在泰国境外有一个工作身份 或者没工作的话 你得需要证明您是一个高技能人才 或者是自由职业者 这么一个身份证明啊 你比方说 你要是一个YouTuber的话 那就比较适合申请这个签证 你比方说我 我就可以申请这个 但是对于那些大多数退休不工作的老年人来说 这个签证其实不适合 通常来说加拿大的老年人来泰国退休 它最常见且最适合他们的签证 是那个基于退休的延期居留 通常就是被称为退休签证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因为它这种所谓的退休签证啊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可以单独申请的退休签证 而是您得首先获得泰国的非移民OA签证 然后通过不断申请签证延期 来达到长期居留的目的 这么一个退休签证 申请它这个非移民OA签证 其实也相对比较简单啊 首先呢您需要年满50岁 然后下面三个条件 你满足任何一个都可以 一个是在泰国银行账户中存入80万泰铢 就是大概3万加币左右 这么一个保证金 至少存两个月 或者证明您每月的收入 也就是养老金 至少需要达到6万5千泰铢 这么一个门槛 6万5千泰铢大约就是2300加币左右 再或者就是您的保证金和年收入 加在一起达到80万泰铢 就是3万加币左右 也可以啊 三选一 泰国政府这么做就是 他希望你能够证明你有这笔钱 可以在泰国来养活自己 因为因为持这个签证 你在泰国是不允许工作的 而且呢 这个申请了之后 你还得必须每90天 向移民局报告一次啊 此外申请这个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 您得必须拥有最低保额为 10万美元的健康保险 换句话说 就是你生病的时候 泰国政府不会花纳税人的钱 给你看病您需要买私人保险来给自己看病 其实啊大部分这种允许外国的退休老人 来自你国家生活的这种 所谓的理想退休国家呢 他们都是这种要求啊 就是人家不是搞慈善的 人家看中的是你兜里的钱 所以说您生病的时候 人家是不会给你看病报销的 您在人家这里 您就是一个花钱的消费者 只不过您消费的是 人家的公共服务 低生活成本 美景 美食 是吧 就这种啊 所以说您得搞清楚啊 您在人家国家没有交过税 没有做过贡献 过来想吃人家的福利 这个您想多了 好 这个咱们继续说啊 这个非移民OA签证获批之后 它的初始有效71年 然后呢 您拿的这个签证 就是每年续签 每年续签 在泰国连续签满三年之后 您就有资格申请永居啊 不过这里得提醒一下 有资格申请永居 并不代表您一申请 人家就给你永居 这里面也是有门槛的啊 这个 当然关于这个门槛 咱不就不说了 除了这个退休签证之外 泰国还有两个其他的签证 比较适合退休 有钱的退休人员 你可以试一下 一个就是非移民OA签证 这个签证呢 仅仅限于14个国家 或者地区的国民 日本 澳大利亚 丹麦分完法国德国 意大利荷兰挪威 瑞典瑞士 还有英国 加拿大和美国 就是50岁以上的 这些国家的申请人 可以申请 获批之后 最初有效期是5年 可以续签再延长5年 不过申请这个签证 需要更高的财务证明 您得需要在泰国银行中 存300万泰铢 这个大概和12万加币左右 而且这300万泰铢 在泰国至少保留一年 一年之后呢 可以取一些出去 但是您的账户中 必须保留 150万泰铢 也就是6万加币左右的 账户的余额 其他的那些条件 比方说什么不让工作呀 必须得每90天 向移民局报告一次啊 然后还得买健康保险呢 这些都跟那个 前面说的OA签证差不多 好 除了前面两个签证之外 泰国还有一个叫做 叫泰国精英钱 这个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能够给你一个 5年 10年 或者15年 三种居留选择 但是这个条件就更高了啊 这个你有兴趣自己查一下 好 说完签证呢 咱们再看一看泰国的医疗这块 泰国有相当好的医疗系统 包括私立和公立医院 以及他的全民医疗保险计划UCS 基本上为所有的泰国居民提供一个基本的医疗服务 而且他这个价格比加拿大实惠的太多了 泰国的私立医院以现代化的设施和高标准的护理文明世界 这块的医疗人员素质非常的高 很多人都是接受过国际的培训 尤其是泰国的私立医院里面 那他的费用虽说是高于公立医院了 但是仍然具有非常好的价格优势 而且泰国也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医疗旅游的目的地 对外国人提供医疗一条龙服务 从基本的健康检查到非常复杂的手术 他都可以做 特别是在整容、牙科、骨科这方面 他是非常领先的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显摆 就说他们在清脉花了不到30加币的价格 就做了一生中最好的牙齿cleaning的服务 而且你在泰国 你也不需要非得住在像曼谷这样的大城市 你在其他的一些离城市比较远的村庄里面住 你都可以接受到很好的医疗保健服务 另外在泰国这块 他的社会治安也是特别的好 安全性很高 有一项针对美国游客的调查显示 泰国被评为全球第八安全的旅游目的地 在这块 即使你是凌晨时间外出 也不会感到特别的不安全 尽管我也在网上听到过一些小道消息 说泰国有人把你给绑架 然后卖到诈骗园区去 或者说你在路边走着走着 一个闷棍把你打翻 然后把你抓过去卖器官之类的 不过这个您别害怕 根据实际调查显示 前面所谓这些可怕的案件 大多数都是为了博取眼球 博取流量而造的谣 他说您不必过于担心 此外泰国非常丰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也是受外国退休者的喜爱 对加拿大人尤其是加拿大华人 这个地方尤其具有吸引力 泰国是非常接近咱们华人的文化圈 那你看泰国咱们都吃过泰餐是吧 泰国的餐饮和美食也是泰国 吸引退休人员的一大亮点 泰国的餐饮讲究一个酸辣咸甜苦味平衡 每道菜都力求在味道上达到一种和谐 经常使用新鲜的香料和调料 比方说什么鱼露啊香鱼啊 什么九层塔呀辣椒啊 再加上泰国这块的气候 特别适合出产各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而且它这块靠海嘛 海鲜也特别的丰富 您在这块常见的食材 什么米饭呢海鲜呢肉类呀水果啊 各种新鲜蔬菜加在一起 做成各种你看经典的泰国美食 什么东英宫啊泰式炒河粉啊 青木瓜沙拉呀什么罗勒炒肉啊 等等啊这个不能说了啊 再说我这口水不行了啊 另外泰国还有一个 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泰国的这个人腰 这个说顺嘴吧 这就是泰国的人啊 泰国的当地人特别的友善 它这个国家有一个外号啊 叫做微孝之国 可以想象啊 对很多退休人员来说 天天在街上 所有人对你孝目 多么让人happy啊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就是这个估计很多人都听说过啊 这个怎么说呢 说白了就是非常发达的夜生活和娱乐产业 你看在那个曼谷啊 普及岛啊巴地亚这种旅游城市 拥有非常多的丰富的夜生活场所 什么酒吧呀夜店的歌舞表演 人摇表演啊 你看多了去了 就算没有那些过分的服务 有些正常的 那些什么摁脚啊 推个背呀 摁个膜呀 什么泰式摁呀 spar啊 人家那块的服务不仅到位 而且价格特别的低廉啊 因此说呢 这些服务对吸引国际游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啊 你看泰国各大城市的这个娱乐场所 一到晚上 那单身老白男全都出来了 一个个的那肚满肠肥 一边喝酒 一边左右拥抱是吧 都是年轻川普的小姑娘 你说他们是生理需要也好 你说是心理需要也罢 或者是其他一些目的 有那样的 比如说娶个本地姑娘 然后就凭着泰国公民的配偶的身份 深情勇居是吧 反正看着 挺挺 但不是羡慕 这个咱们也不用指责人家 中国有句古话嘛 食色性也 泰国偏偏就是在食和色 这两大的人性弱点 搞得特别的容易获得 不说这个 前面呢 说了不少在泰国退休的优点 当然泰国有一些缺点 也值得注意啊 首先是泰国的这个地理位置啊 它距离加拿大比较远 如果你要是在加拿大 有亲戚朋友 去一趟也不容易啊 第二呢 就是语言这块 尽管呢 英语在泰国的旅游区 被广泛的使用 但是您到了非旅游区 或者是小地方的话 这个语言问题 语言是一个障碍 尤其是学习泰语的话 这学习难度其实挺大的 另外还有签证这块 就是泰国 咱们前面说的这个退休签证 虽说很便利 但是它这个退休签证呢 首先呢 是不允许您在泰国工作 这就会限制那些考虑在泰国 需要兼职工作 补贴家用的老人 比方说 你想去哪个城市 做个脱衣五男什么的 这政策可能会限制你的梦想啊 而且呢 这个不工作就不工作呗 但是您每隔90天还得跟移民局报个道 这太麻烦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气候这块 很多人虽说喜欢温暖的天气 但是泰国这块的气候呢 尤其是雨季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高湿度和高温加在一起 那就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啊 走到外面又闷又潮湿 一出去探个头就浑身湿汗的 赶紧回酒店洗澡去 这个受不了啊 另外呢 泰国这块的 它这个政治局势也比较不稳定 曾经多次经历这种政变的动荡 此外 泰国还面临着一个自然灾害的风险比较高 尤其是什么洪水啊 山体滑坡啊 热带风暴啊 这些问题啊 您要是住在沿海地区的话 还可能会有海啸的风险 要是生活在北部或者是东北部地区的话呢 还有可能发生山洪啊 或者是泥石流这种自然灾害啊 另外呢 在泰国的很多城市里面 您能够在街上看到太多的这种 脚踏车就是那种小摩托啊 因此这个 尾气的污染问题和交通拥堵问题 也是一个困扰啊 好 综合来看呢 泰国的主要优势就是优美的自然环境 丰富的文化 美味的食物 发达的娱乐产业 低廉的生活成本 以及优质的医疗资源 它的缺点呢 就是气候湿热 正着不稳定 有的时候有自然灾害 以及这个语言障碍啊 如果您想来泰国退休的话 这里推荐的城市和地区有 清迈 清来 曼谷 华新 巴蒂亚 普吉岛 苏美岛 最后咱们给泰国的综合评分是4.7分 这说的嗓子都有点不行了 好 接下来咱们看最后一个国家 咱们榜单中第一名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作为江南大人退休的热门目的地 具有非常多吸引人的优势 首先 马来西亚的生活成本远远低于江南大 平均来看 外籍退休人员 在马来西亚每月的生活费用大概是1500加币左右 而一对夫妇大约就是需要2500加币 就能够过上非常好的生活 在马来西亚这种低消费呢 我给您举几个例子啊 你比方说 你要是按摩的话 每个小时就是15加币起 足疗的话呢 是13加币起 清洁服务每小时5加币 大型的现代化三居室公寓 配有非常多的便利设施 它的租金也就只不过每月900加币左右 而且这种便宜的费用不只是在小城市啊 即使您住在吉隆坡这种国际大都市 您也可以享受到这种花费不多 又便宜又舒服的小日子 甚至我见到有些外籍的夫妇在网上吹啊 说他们每月只需要花1200加币 就能够过上衣食无忧的幸福的生活呀 所以说你看这马来西亚生活成本这块 另外马来西亚这块的气候呢 它是属于一个热带气候 常年炎热潮湿 舒不舒服呢 这个这个前面其实跟那个泰国差不多 至少对逃避加拿大寒冬的人来说 这个还是有吸引力的 此外呢 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比较发达 道路条件非常的好 而且它这个互联网啊 又高速又廉价 就是进一步提升了生活的便利性 在自然景观方面 马来西亚拥有古老的热带雨林 雄伟的高原 美丽的海滩 迷人的岛屿等等 有无数优美的自然景点 其中塔曼尼加拉国家公园 兰卡威岛 热浪岛 金马伦高原 马六甲海峡 这可都是响当当的马来西亚的旅游名片 另外 在医疗保健方面 马来西亚也是表现非常的出色 马来西亚拥有一个高效 而且多样化的医疗保健体系 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公共医疗 和私人医疗系统 共同构成的一个体系 这种双层医疗体系 为居民和外来的游客 提供了广泛的选择 在马来西亚看个病 等待时间非常的短 而且费用相对的低廉 马来西亚大部分主要城市 都拥有世界一流的医疗设施 提供非常先进的医疗服务 正是因为医保系统的杰出表现 马来西亚的人口 预期寿命是74岁 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 而且在2019年 马来西亚被评为全球医疗保健最佳国家 直接超越了法国和泰国等国家 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 马来西亚的医疗费用 大概比别的国家能够节省60%到80%的费用 非常惊人 官方建议您来马来西亚持长期签证的话 您需要购买健康保险 确保满足您所有可能的健康需求 而无需大量的自付费用 所以说呢 基于前面说的种种优点 马来西亚理所当然的 就成为东南亚医疗旅游的首选目的地 这里有一个数字 就是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 马来西亚吸引了130万来自国际的医疗游客 创造了大约17亿令吉的收入 令吉就是马币啊 它的医疗系统 给那些外国游客提供了 包括什么心脏病啊 生育治疗啊 肿瘤血啊 等在内的各种高难度的复杂的医疗服务 另外呢 在签证方面 马来西亚提供了一个叫做 马来西亚我的第二家园 就是Malaysia My Second Home 简称MM2H 简称第二家园签证 这种签证呢 是一种可续签的 五年或者十年有效期的多次入境签证 您只需要达到25岁以上就可以申请 然而呢 因为大多数申请这个MM2H的 都是50岁以上的退休人员 对这些人呢 是有一定的财务的要求 我在维基百科上查到的这个门槛 就是说 50岁以上的申请人 您在马来西亚当地分行 需要开立一个定期存款账户 里面的资产呢 包括什么现金呢 存款呢 有价证券等等啊 总额加在一起 要求达到35万令吉 就是大约11万加币左右 或者是您需要提供 每月1万令吉的海外收入证明 这个1万令吉就是3100加币左右 然后申请人还需要在马来西亚银行 维持一定金额的定期存款 保证您有足够的资金 来维持您未来的十年签证期间的生活 那当然咱们前面说的这些门槛数字 有可能随时调整啊 您听的时候就是做一个大概的参考就行啊 这是对50岁以上 如果你要是不满50岁的话 也有一个申请资格的门槛 只不过这个资金的门槛就会高一些 除了这个申请的资金门槛之外 申请人还得需要接受体检 而且必须拥有有效的医疗保险 好 拿到这个签证之后 它有不少的好处 其中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的有效期特别的长 这个第二家园MM2H呢 它的有效期通常为10年 而且可以续签的啊 确实能够提供一个稳定和长期的居留权 另外拿这个签证的外国人呢 在财务福利上面有一定的优惠 首先最大的优惠就是 它在国外的收入不征税 其次呢 虽说它这个签证不能让你工作 但是如果您是50岁以上的人 在经过批准的情况下 可以偶尔兼职 但是有一个实现 就是每周最多20个小时 除此之外呢 还有很多跟生活相关的福利啊 这个咱们节目中就不详细说了啊 另外除了前面这些 在语言和文化这块 马来西亚的文化多样性 那是世界文明的 马来西亚它这块主要是一个多元文化 它的文化起源来自于马来半岛 以及中国 印度 以及欧洲的 等多个地区的深厚的影响 使各个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轻松的适应 凝聚在一起 另外在宗教方面呢 所以说这个马来西亚 它的国教是伊斯兰教 大约有61.3%的人口信伊斯兰教 但是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宗教 比方说有19.8%的佛教徒 还有9.2%的基督教徒 还有6.3%的人信印度教 等等啊 虽说这么多宗教并存 马来西亚的宪法也是保障宗教自由的 但是伊斯兰教呢 它还是有一个国教的地位啊 有一些特殊性啊 另外呢 在语言方面呢 这个马来西亚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多元文化 它主要使用的语言就是马来语 英语中文和泰米尔语 马来语是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 也是马来族的母语 是在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中属于必修课 并且这个语言广泛用于政府和法律事务中 英语呢 在马来西亚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被广泛使用 尤其是在商业以及服务行业中 是非常重要的 在国际场合及多元文化社会中 具有重要地位的这么一个通用语言 还有在高等教育和这种跨种族的交流中 就是你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英语 另外一个中文呢 是马来西亚华人社区的主要语言 有很多的华人学校 把中文作为平时的教学语言 而且您注意啊 他们的中文学校教的这个中文是Mandarin 就是普通话 除了普通话之外呢 在华人群体中还会使用多种方言 比方说什么粤语啊 闽南语啊 客家话之类的 反正就是充分展现了 马来西亚的这种文化多样性啊 此外还有泰米尔语 就是在马来西亚生活的印度裔社区 主要使用的语言 不过只是在部分地区被广泛使用 反正就是马来西亚这种文化多样性 也是非常吸引加拿大人的 因为加拿大你看 再怎么说 它也是一个多元文化嘛 而且您特别加拿大人去了马来西亚 你不需要再学马来语啊 因为英语在马来西亚用了非常的广泛 所以说呢 您学不学马来语 这个必要性其实不高啊 这就为加拿大的退休人员提供了一个额外的便利 此外呢 马来西亚它有非常多元化的美食文化 因此说这个比较认识的人呢 一听到美食文化就受不了啊 这必须得来试一试 你看马来西亚的美食文化是它多元文化背景的一个完美体现 融合了马来西亚三大主流族裔 马来族华人和印度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一个烹饪的传统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而且丰富的饮食景观 游客可以在全国各地的夜市美食街啊 品尝各种当地特色美食啊 比方说您到了吉隆坡一定要去试一试这个亚罗街和十号胡同 在在宾城呢 您可以试一下这个牛冷街汕头小吃街牛肝东街是吧 此外呢 马来西亚全年有非常多的节日和公众假期 为游客呀或者是退休人员呢 增添了不少休闲娱乐的选择啊 当然咱们前面说的都是优点 但是呢 马来西亚你别看它在咱们的榜单上排名第一 但是它也不是十全十美的 它也有些缺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它这个签证啊 就是第二家园MM2H这个签证计划 这好是好啊 但是它不够稳定 这政策经常发生变化 这就给那些退休人员带来那些潜在的不确定性 另外还有一个缺点就是针对那些普通的加拿大人呢 就是距离啊距离加拿大比较远 要是在加拿大有亲戚朋友的话需要定期探访 这个机票呢就比较昂贵啊 当然了只是对加拿大普通人啊 对加拿大的华人来说呢 那真的不是问题啊 因为这里马来西亚虽说距加拿大远 但是它距中国比较近呢 好 马来西亚还有一个缺点就是 马来西亚的气候 跟咱们前面讲的泰国类似啊 虽说这个马来西亚具有热带雨林气候的优势啊 适合什么热带植物的生长 它的湿度通常都是在70%到90%之间 就是高温加高湿 这个时间长了比较受不了啊 感觉闷热闷热的 同时呢这个高温潮湿的环境 也为蚊虫的滋生提供良好的条件 增加了蚊虫传播疾病 比方说什么登革热啊 瘧疾啊这种风险啊 还有啊马来西亚它这个降雨量太充沛了 年均降雨量高达2000到2500毫米 这频繁的降雨可能会导致什么洪水啊 泥石油啊这种自然灾害啊 影响日常的交通和日常生活 这样的气候呢生活时间长了的话 你可能还是会更想念那种 凉爽一人的加拿大的夏天 还有一个马来西亚跟泰国比较像的地方 就是它的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性不够 相比起加拿大来说呢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意思说这种不可预测性 可能也是一个对退休人员的风险啊 还有一个就是在马来西亚的某些大城市呢 还是会有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的现象 在某些程度上也会影响生活质量 咱们综上所述啊马来西亚的最大优势 于是自然环境好多元文化发达的美食 生活成本极低医疗产业发达英语普及度高 距离中华文化圈比较近回国方便啊 作为加拿大华人这块有加分呢 最大的劣势就是它的气候湿热距离加拿大比较远 签证政策繁琐不够稳定 以及整个社会主流文化是一个穆斯林的文化 这个需要一定的适应时间 如果你要是来马来西亚退休的话 这里推荐的城市或地区有 吉隆坡 槟城 新山 亚币 医保 马六甲 兰卡威 好咱们最后综上所述 咱们给马来西亚打分是4.9分 怎么样过不过瘾呢 前面就是最受加拿大退休人士推崇和青睐的 十大养老国家 最后咱们再次强调一下 您来这些国家退休可不是到这块来吃福利来的啊 而是享受这块的自然美景社会文化 美食以及低廉的生活成本和物价 但是在医疗和养老这两大块 需要您得有其他国家给你发的养老金 以及如果需要医疗的话 你得需要自己买健康保险 就是说看病的话自己管自己 这个原因其实很明显 因为您没有在这些国家交过税 说白了呢 您在这些国家 您是来消费的 所以说呢 听我前面这么一解释 估计很多人就对这个养老榜单 就觉得没那么感兴趣了 因为很多人最看重的 一个是医疗一个是养老 这些国家都不能给的话 那我去能干嘛呀 那还不如说是做候鸟生活 夏天呢在加拿大呆着 到了冬天呢 去往其他国家 短呆一段时间 但是不要超过六个月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保持加拿大的健康卡 也没有养老金的停发问题啊 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而且很多人看到这个榜单之后 对我把马来西亚排的第一位 很多人感到不以为然呢 有人并不觉得马来西亚好 还有很多比马来西亚好的 太多的好地方 庄业你怎么不介绍一下呢 这个我解释一下 咱们这个榜单给出的这个分数评价呢 是从一个普通的 加拿大老人的视角来看的 这里面有80%的投票 是来自于加拿大的白人社区 然后呢 我再偷偷藏一点私货 把咱们华人最喜欢的两个东南亚国家 给稍微提了点分 这是因为咱们观众中很多人都是华人嘛 估计华人对退休国家的要求和审美 比较注重安全以及高质量的医疗 同时呢又认识又非常注重距离中华文化圈的远近 因此说呢 我就把这个泰国和马来西亚给他们提了点分 他们就排到前面去了 如果做这个节目的是一个加拿大白人的话呢 喜欢晒太阳喜欢玩 喜欢去海滩喜欢冲浪喜欢远足 那就有可能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这些给排到前面去了 这个时间不够了 今天本来还想回答一些观众提问的 但是只能是下次了 其实还有很多想要聊的话题 比方说除了咱们说的这十个国家之外 还有其他哪些加拿大人比较喜欢的退休圣地啊 你看我的上级节目留言中就看到很多观众都提到了 比方说什么澳大利亚 新西兰呢 还有亚洲的台湾呢 还有地中海的马尔他 塞浦路斯 欧洲的比利时 爱尔兰 位于南欧的阿尔巴尼亚 格鲁吉亚 保加利亚 匈牙利 还有中美洲的多米尼加 南美洲的厄瓜多尔 哥伦比亚 还有北非的什么摩洛哥什么的 能不能也都简单说一下有缺点呢 还有啊 如果咱们不是从一个普通加拿大老人的视角 而是从一个加拿大华人老人的视角 那排名前十名的这个退休地是哪儿呢 你看是不是 这么多问题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甚至还有人提到了 能不能说咱们老了以后去在国际邮轮上面生活 整体费用一算 那比定居生活强多了 那便宜 而且多好啊 生活质量又好 船上全都是什么顶级美食 天天吃香的喝辣的有人服务 帮你洗衣服蝶被子什么收拾房间 都不用自己忙活 而且还不用你买房子 又舒服又省钱 是吧 船上也有医疗服务 看病也不愁 你看 这种生活 庄严 你是不是也得分析评价一下呢 你看 好多话题呀 因此说 接下来我会继续就前面提到的这么多话题 深发几期节目 敬请期待呀 好 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打赏点赞订阅 哦 对了 预告一下啊 咱们接下来的节目有可能会断更两周 因为我又回中国探亲去了 其实您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我估计正在国内吃大饭呢 不过这个您不用羡慕 这次没人请我吃饭啊 我准备自己去著名的一些饭店里去做一个美食探店 给大家做几期吃播节目 同时呢也聊一聊我对中国的最新的见闻和观察 好 欢迎您点赞打赏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或者加入会员用每个月一杯咖啡的钱 支持庄也进行内容创作 庄也在这里感谢您的大力支持 得嘞咱们下次再见